大家好,欢迎收到本期视频 平时我们总是会收到很多表友的私信 希望我们推荐一些千元左右的表 能不能帮我推荐一款十万元以内 一千元左右的表 其实说起来千元左右的表 我们之前在视频中也聊过一些 不过都是以吐槽为主了 比如说小米商城上卖的那款表 比如说DW这类品牌 或者像Swatch这些适合小朋友佩戴的表 当然都不太适合推荐给大家 那么现在市面上到底有没有那种技术专业 质量又可靠适合成年人佩戴 而且价格还不贵的这些手表可以推荐呢 有,就是天美食 等等等等,忘了说了 今天这篇视频的中间有一个抽奖的彩蛋 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地看这篇视频 了解我们的奖品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的时候 可能都会以为它是一个时装表品牌 但实际上这个品牌是个不折不扣的传统制表 而且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 它和我们所熟悉的汉密尔顿和波尔一样 都是诞生于美国的品牌 但是比起这些已经换了瑞士国籍的美国表而言 天美食却一直坚守在美国的本土 如今已经是美国万表的第一品牌了 天美食的品牌历史可以追溯到1854年 比起汉密尔顿、波尔这些品牌的成立时间都要早 当时的天美食有的另外一个名字 Waterbury,沃特伯利钟表公司 沃特伯利是公司所在城市的名字 这里盛产黄铜 而沃特伯利公司利用这样的天然优势 将黄铜材质加入到了制表工艺中 并且迅速的崛起 工厂在最高峰的时候一天可以生产600只万表 一度成为了全球最大的钟表制造商 其实说起来天美食和今天的汉密尔顿 还是有一定的历史渊源的 汉密尔顿成立于1892年 而当时的天美食已经是美国本土最大的制表企业 汉密尔顿的创始人最初是想把这个品牌 命名为哥伦比亚的 但是后来却发现这个名字 早就已经被天美食公司所注册了 所以在无奈之下 他只好把品牌的名称改成汉密尔顿 所以这样说起来的话 如果没有天美食公司 就不会有汉密尔顿这个品牌 天美食之所以能够迅速的崛起 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的价格非常的亲民 比如说它在1896年 联合英格索尔推出的所谓的美元表 售价仅为1美元 迅速的风鸣了全球 一年内的销量达到了300多万只 但是当时所谓的廉价表 和我们现在概念中的廉价表 并不是一回事 以美元表为例 为了压缩成本 当时的手表机型 使用的都是冲压零件制成 但就算是这样 这些手表也同样是在天美食 自己的工厂里生产的 并不像我们今天所见到的 那些东拼西凑的低端表品牌 所以就算天美食一直以亲民的产品作为主打 但是它仍然是拥有自己的工厂和制表能力的 不仅如此 天美食还有非常多的技术专利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被叫做 Indiglo的背光技术 这项技术已经成为了天美食的家族基因 而被一代一代的传承至今 所以总的来说 天美食是一个有着悠久的历史 成熟的制表工艺 以及技术专利的这么一个品牌 那么经过了100多年的演变 今天的天美食将它主要的产品 定位在了年轻运动的多功能实音表上 而且在智能实音表上它也颇有件数 比如说我们手里的这款智能IQ Intelligent Chords 就是天美食最畅销的智能实音表 这款表除了基本的时间和日历的功能之外 还集成了指南针 温度计 潮汐计时 和标志性的Indiglo背光技术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测评一下 这款表的外观设计和它的功能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外观和材质 这款表设定是一款户外运动多功能表 总体是一个刚制的外壳外加皮带的设计 不仅外壳是刚制的 连四个多功能按键也都是全金属的 同款表中还有全镀黑的款式可以选择 我个人觉得运动表中使用的这种金属外壳的设计 在整体的质感上还是很加分的 在我的印象中 同样使用这种设计的表款是Casio的MTG 而相比直下那款表的价格就要贵出一些 那每个人喜好不同了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圆钢色 感觉镀黑的话就反而失去了这种金属的质感 而且远看跟塑胶没什么区别 那使用圆钢色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在后期规避掉那些镀层脱落的风险 这段表搭配了一条浅棕色的皮带 同款中还有硅胶带和尼龙带可以选 而这条皮带要比普通的皮带更厚 主要是因为它做过防水处理 这里我们可以从背后的Water Resistant Leather看出 因为是户外运动的设定 所以皮带的防水也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也正是因为它比较厚 而且表面又类似于风马皮有点粗糙 所以在穿戴的时候确实有点费劲 这段表的外圈是可以旋转的 而且在外圈的边缘还设计了一些橡胶的凸起 方便操作 外圈上标注的方位和详细的角度 很明显是用来搭配指南针这样功能使用的 界面和很多的运动表一样 使用的是矿物质玻璃的材质 指针方面一共有四根 除了常规的十分秒之外 最粗的这一根是功能针 用来配合不同的功能使用 旁边分为几个区域 最外圈的是时间 中间的圈是温度显示 这里面的圈是潮汐计时 整体的外观上 它户外运动的风格还是非常鲜明的 那我们说完了外观 接着来看一下它的功能 作为一款户外运动表 它的防水等级是100米 100米可以满足一些简单的水下运动 但是绝对不适合于深浅 和大部分的外表一样 这支表调时和调日历的功能 都是由三点钟方向的把头来完成的 而剩下的三个按键 分别对应了三项特殊的功能 首先八点钟方向的按键对应的是指南针 按下这个按键功能针 就会进入指南针的模式 红色的箭头指向北 白色的箭头指向南 等指南针稳定了之后 我们再来调节这支表的外圈 进行定位就好了 当然因为各地的磁场存在差异 所以真正使用之前 还是需要根据说明 来进行方位上的校对 指南针就不用说了 喜欢野外探险的朋友 一定是少不了这项功能的 不仅如此 你在平时的生活中 还可以用它来看看风水测测朝向之类的 总之非常的实用就对了 两点钟方向的按键对应的是温度计的功能 按下这个键功能针 中间这个黑色的小箭头 就会指向对应的温度 温度显示在刻度上 有华氏和摄氏两种单位 其实我试用过这个温度计的功能 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准确的 但是你如果想测量当下的气温的话 你就得先把这个表摘下来 以免让你自己的体温 影响到了它的感应装置 总的来说温度计的功能 在日常生活中还是比较常用到的 因为你不仅可以用它来测量气温 你还可以用它来测量水温 在这特殊的情况下 你甚至可以用它来测量体温 接着就是它的潮汐计时功能 潮汐计时的意思就是计算 涨潮和落潮的时间 这个对于沿海的朋友来说 可能就比较熟悉 理论上来说 一天会有两次涨潮和落潮 而每次涨潮和落潮之间的间隔时间 大概是六个小时左右 那在知道了潮汐规律之后 再来看这支表的刻度就非常好理解 上面的high high是高潮的意思 对应的下面就是低潮 而相应的在低潮到高潮的左半边 刻度显示的就是涨潮的六个小时 而右半边刻度显示的就是退潮的六个小时 以现在的显示为例 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马上要迎来下一次的高潮 潮汐计时这个功能 在日常的生活中也是有些实际运用的 尤其是那些喜欢海钓的朋友 你们肯定知道 在涨潮的时候 鱼群比较活跃 会靠近海岸边的一些潜水区 容易上沟 而落潮的时候 鱼群就会往深水区里游 不容易掉 而且潮汐的规律也会影响到一些 船舶的禁港时间 或者我们在海边探险的时候 如果不能掌握潮汐的时间 就有可能会被困在礁石上 等等等等 除了这些特殊的功能之外 这款表同样继承了天美食家族式的 背光技术indiglow 只要按下三点钟之的按钮 只能盘面就会发出幽蓝的亮光 每根指针的位置清晰可见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所以我们来聊一下这款表的配戴感受 以及它的市场价格 因为这款表是实音机芯 所以整体的表头还是比较薄的 重量也不是很重 根据官方给出的数据 这款表的表径大小是45毫米 对于一般的手表而言 45毫米的表径是比较大的 但是对于运动表来说 就还算是比较正常的 以我17厘米的万周来看 当然这支表还是很舒适的 没有什么坠手的感觉 而且表头比较薄 也不至于卡住袖口 对于长袖的衣服来说也比较友好 这款表在专柜的定价是2000多 但是我看到它在网上的旗舰店上的折扣力度还是很大的 折完的最终价格是1299 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 那除了这款户外运动风格的表之外 我个人觉得它的一些简单 今年款也很好看 简洁明了 设计上还保留了一些铁路表的风格 而且同样带有Indiglo的背光技术 售价在700到800元左右 另外对于一些潮人朋友来说 天美食也有和时尚品牌的联名款可以选择 比如说这款和Suprine的联名 以及这款和日本潮牌Beams的合作款 所以总的来说 对于购表预算在1500元以内的表友来说 天美食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的 好了以上就是关于天美食这个品牌的故事 以及这款智能IQ的所有测评 感谢大家的收看 那我们今天要抽奖的这个奖品 就是这一支天美食的智能IQ手表 非常的有钱 经费在燃烧 只要大家点赞评论转发这条视频 记得一定要转发视频 就可以参与进来 我们会在后台统计好大家的ID 并且在下周三公开抽奖的结果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